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主任那如果说我已经做完牙齿美白之后 我应该后续要怎么保养 如果当做完的第一个礼拜年 我们希望咖啡可乐红茶红酒 生澈蔬菜菠菜红菜咖喱 就这些有色成的东西都不要吃 因为让牙齿表面的那种粗糙面稳了以后 你才可以开始吃这些东西少量就好 那如果在之后呢 你还是要注重你的口腔卫生 然后不要吃太有太深色层的东西 那我们常跟别人讲说 你长期来讲你二十年的你牙齿变得很黄 那我们帮你做了一次美白 回到这个颜色后 那你就跟皮肤美容一样 你要做保养的动作 那所以说大概每半年八个月 你就来做一次小的小的居家 然后让它回射回去 永远在这个地方 它就不会再跑回来这个地方 才会越卡越轻越轻越好 所以要做一个保养的动作 我想要请问医师啊 就是美白牙齿完 应该还是会变黄吧 那我们美白牙齿要再多久回去美白一次呢 我刚刚讲过 就是说我们不希望病人漂完白后 就经过十年 或者五六年七八年后再回来 因为我们本来牙科就每半年 要看一次牙科医师 那你半年去看一下医生 那医生觉得颜色还OK还可以 他就会这样你在等 如果说在然后就一年或者八个月 医生觉得这个颜色不行了 那就做一个小漂白就好 非常小非常少 小剂量的小漂白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大概半年 八个月 我们大概半年八个月左右 半年八个月 所以就等于是我每次要回牙科 去定期洗牙检查的时候 顺便帮我检查 我牙齿的一个美白情况 我想请问医师 那如果说有牙周病或是蛀牙的人 可以做牙齿美白吗 可以啊 因为我们刚才一再强调 就是说牙齿美白 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健康的牙齿上面 所以呢 有牙周病 有蛀牙 先把这些问题解决 把它把你的牙齿回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然后再去做美容的动作 可是主任像这个牙周病 有时候它已经很严重来 牙齿都摇摇欲坠 那这时候你再去治疗它 它会不会也已经摇摇欲坠 我在做这个牙齿美白 可能没有多久 它牙齿就会断掉 还是什么 效果没那么大 不是 牙齿美白是一种美容的动作 那牙周病是一种疾病 那我觉得要先治疗疾病 那如果你这个疾病治疗 你疾病治疗现在都摇摇欲坠 那那个牙齿可能就不要 你就不需要再去讲美容了 但是先要让它恢复健康 那我再强调牙周病是可以治疗的 大家千万要治疗牙周病 牙周病真的可以治疗 只要你配合医生做 它可以至少让你维持在那个地方 就不会再继续恶化 甚至整个牙齿全部掉光光 这样子 文燕我们做这个牙齿美白 有没有哪一些人 是不适合做的 一般来讲孕妇的话 因为我们牙齿美白 会有一些漂白剂 那你虽然是 是作用在牙齿上 可是多多少少都会到口腔里面 那因为目前还没有说 还不知道说这些那个 漂白剂会不会对胎儿有影响 所以一般建议是说孕妇 可能不建议去做 那还有一部分 就是刚刚黄主任讲的 就是你如果带假牙的话 你因为那个漂白剂 跟那个只能 那个针的牙齿 那对假的牙齿 其实是没有效果 你到时候做了之后 会变成你的口腔 会非常的五颜六色 五颜六色就颜色不均匀 你们这样子吗 主任像他针对这一部分 孕妇跟做有假牙的人 可能比较说不适合 有没有还有哪一些的禁忌 是我们牙齿美白 特别要注意 一般来讲 我们小孩子的话 因为小孩子年纪小的话 牙髓箱很大 那我们不希望做小孩子的 因为小孩子 我们大概要等他 比较成年以后再做 还有来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说 如果你还是持续要抽烟 要做这些 就是让他牙齿变脏的 或者是吃檳榔那些 你就不用做了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就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 期望值太高的病人 他不适合做牙齿美白 因为牙齿美白 它只是一个用药剂 去漂牙齿的动作 所以他的美白的效果 还是有在他的一个范围里面 他不是说会变成永远的 会非常白 或者当到你的期望值 很高的时候 你永远都会想 我要再漂 我要再漂 那结果就是伤到牙齿 其实拥有健康的牙齿 以及均匀的颜色 比一味追求牙齿美白 来得重要 我们今天很高兴 谢谢主任 谢谢文艳 以及现场的三位观众朋友 我们健康日记 下次见